新竹市光复高中餐饮科的学生魏欣宇捧着记忆竞赛的奖项 开心的让记者拍照 魏欣宇喜欢做蛋糕 但他之前没有做蛋糕的经验 是在短时间之内耐着性子磨练出来的技术 虽然如此他代表学校参加记忆竞赛 竟然在67位选手当中拿下了烘焙组的优胜第11名 好成绩表现亮眼 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烘焙之后一点点之后做蛋糕 然后其他装处什么都不会 就是从头开始 你觉得你自己开比赛不讲 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最希望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 就是在烘焙的这个领域部分 巧克力 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喜欢吃巧克力 我就会希望把巧克力做到最好 指导老师林婉婷表示 为欣宇的耐心很好 所以学东西很快 他最擅长的就是做巧克力花 除此之外 老师也会多给他不同的题材 希望让他培养更多的经验 欣宇他其实他在参加校内记忆竞赛之前 他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对那他自从就是被选为选手之后 其实他就是很认真的学习 那其实这个孩子他也很有耐心 那尤其他的手也很翘 就是尤其他做那个巧克力花 就是可以做得为妙为翘的啦 那我给他的协助就是让他多去尝试做不同的产品 然后去练他的手感 然后给予他一些协助 对那他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 其他就是完全是靠他自己努力而来的 光复高中校长廖庆林表示 学校提供更务实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可以学到杂食 而且可以跟业界接轨的技能 但能够获奖还是要肯定学生的努力 这是他应有的荣耀 站在多元发展 那给学生多元的空间的想法上 那给学生全力的支持 那避免就是让学生 到学跟界有太大的落差 所以都能够提供比较务实的一些食物经验 其实学校这几年也看到说 业界缺工的一些事情 所以学校尽量在课程方面能够跟食物能够结合 其实会想要学习做蛋糕 卫星宇说是因为自己爱吃 尤其是巧克力更是他的最爱 未来也会持续学习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业界做蛋糕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江医院 谢谢江医院